竹南中港曾是全台最大坚持产地 全盛时期多达300多间 至今只剩下3间了 虽然说是其洋产业 业者仍然强调精致化 坚持传统手工制作 而受到疫情影响 进口物料取得不易 反倒是每天被订单追着赶工啊 以职人精神坚守在地百年产业文化 野民手快将脖纸沾上 用太白粉所泡制而成的胶水 粘在院纸上 而下一个步骤擦筋 则是利用金钥上一层颜料 郭宝吉至今师傅忙着改工 现在订单的状况 就像你刚才讲的被追着跑 对啊 人家客户要我们做不出来给人 对啊 真的 竹南镇中港地区 超过百年历史的景云制产业 全身时期高达有380多家 工厂都逐渐的就是移到大陆或是东南亚去了 所以这边的手工这个加工业才慢慢的去收起来 不过到现在呢 也还是有少数 还有在做这个手工加工的这个小型工厂 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 西洋产业中港地区目前仅剩三间手工至今的业者 位在陈家谷错旁的之间 从日剧时期开业 不仅坚持传统 更强调必须维持品质 原料多数采用进口 但受到疫情冲击 影响到语书 应该要消化得每天赶货 我们进货会被卡住 现在缺货 主张也缺货 那环保的问题 我说这样以前的西洋中间不是那么大 像指甲这样 以前比较珍贵 我比较简单 慢慢的环保的抬头 就想办法 手工精致打印着中教民俗 更是文化印记 业者抱有传统 以职人手艺传承下一代接受 坚守着竹南中港百年产业 点击 一点 点击